有一名护理师上个月跟朋友到新北市新庄的一家连锁火锅店用餐 没有想到当时吃饭吃到一半 这椅子却突然断裂了 让他当场臀部着地 腰椎追攻骨折 跌伤之后他不但是不能久战弯腰 还必须要休养一年的时间 让他气炸了 控诉业者处理态度太过消极 而业者检查之后也发现 的确是像他说的 椅子焊接的强度不太够 后续也将进行赔偿 一名云子吃火锅吃到一半 整个人往下降 消失在镜头前 原来是椅子突然断掉 好不容易起身了 却频频抚摸腰部 因为这一摔实在太痛了 到医院检查 下背不仅挫伤 第五腰椎 椎公解离骨折 连带腿部也出现神经麻痛 要休养一年使用辅具 不能弯腰九站工作 大大影响生活 隔天起床我有点爬不起来 我整个是用滚的下床 检查之后就发现 椎公就是断掉了 事发就在新北新庄 这些连锁火锅店 护理师许小姐 上个月初相約朋友来吃火锅 没想到吃到一半 椅子却突然断掉 业者检查发现 这把至少移用了五年的椅子 椅垫铐框和右前铁角的 焊接点长度不足 酿成致此意外 许小姐怒轰 事发后业者处理态度太消极 有谁断掉我不情绪激动 我今天可以比较钱 那你可以把我健康的腰椎 我原来的生活还给我 真的是第一次遇到椅子断掉 后续正由保险公司协同理赔 及和解之相关之事宜 本公司也表达诚挚的歉意 现在消保官已要查 店内所有椅子到底还有没有问题 毕竟吃顿饭却莫名受伤 这让消费者很难接受 记者林昭贤林朱强马胜杰 新北市报导